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國第一次產檢的情況 如果你想知道大概產檢要預備什麼文件 流程和要預備什麼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 先說一下 我肚子已經是第15週 我第一次產檢的時候大概是第9週 正常來說美國第一次產檢是規定第10週一定要去見醫生 他一定要規定幫你 你說可不可以遲些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當時預約的時候 姑娘堅持說一定要第10週去 所以就不可以遲 亦不可以早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產檢要預備什麼文件 首先你要看看你自己有沒有SSN號 因為之前我一直跟大家說我是沒有SSN號 我是10月初才收到的 所以你沒有SSN號都不要緊 但有SSN號的好處就是像你的PIN號一樣 可以很快找到你的個人資料 因為有時候你說錯的名字都會找錯了別人 所以SSN號是這麼重要的 如果沒有都不要緊 你可以找它 因為你有護照 那你要帶護照 第三項就是你的醫療卡 第四項就是你的針卡 你的針卡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打了針 你就證明了你曾經 例如你打過Moderna 或者你打過Visor 你都可以顯示 證明你是有抗體 因為現在疫情之下 很多時候都不會讓你另一半去陪伴 又或者親人去陪伴 這四樣東西大家要記住 好了 那我又說一說 打電話之前 首先你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問一問 究竟那間的診所 會不會是你保險公司 可遇到的一個診所 去醫療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有很多私人的醫療保險 但是不是每一種醫療保險 都是很廣泛的去普遍不同的診所 因為大部分美國的醫療都是私人的 很少找到一些指定 像香港那樣 有分公營醫院和私人醫院 診所更加不用說 一定是私人的 但無論你是私人診所也好 公營醫院也好 普遍你看醫生 如果你沒有保險 每一次看症都是1000元 港幣或以上 你想想 香港普遍看醫生配藥 例如5日藥都是500多元 但你這裏說的是 未配藥 只看醫生都是1000多元 而且是每一次 你想想 其實美國的醫療真的很貴 所以你一定要問一問 究竟你的保險公司 會不會幫你遇到 否則很麻煩 我很幸運 那間診所是我蘇蘇介紹 剛好我的保險公司 可以遇到 所以我順利成章去了 那間診所 為何我會選擇那間診所 原因是 有一個醫生 唯一一個人會說普通話 而且很多華人都會推薦 尋找他 我那間廢城 那間診所 所以我可以 因為 你都知道 就算我們 無論是香港人 中國人 移民過來 美國 即英文不是我們的 mother tongue 所以我們未必會 那麼快 translate到他們的 專業英文 而且我又不是這科的專業 所以 選擇普通話 有中文的翻譯 會比較好 如果他真的沒有這樣 其實都不要緊 因為每間診所 他們都會好好 他會有一個 iPad 或者電腦 立即Google 他會幫你即時翻譯 他會幫你 問你什麼 language 其實不需要擔心 有言語障礙 這樣 好了 我就跟大家說一下 打電話 預約 去預約的時候 姑娘問了什麼 首先你要說名字 姑娘會問你 你是不是第一次懷孕 你來M最後一天是什麼時候 還有你頭一天是什麼時候 你住在哪裡 你的出生日期 你家的住址 問我保險公司 剛才我也有說 還有約定時間地點 一開始的時候 他給我一個選擇 就算不多 因為那段時間 很多人去覆診 所以我沒有得去 刻意選擇 他只給了幾天 剛巧那幾天 我老公是沒得放假的日子 所以唯有那天 都很多得阿嫂嫂 還有他二老就載我們去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規定第十週 我們要去產檢 真的很幸運 說一下產檢的程序 其實如果你是大肚子 這些情況你都聽過不少 首先就是要去驗尿 第一時間他就叫你去驗尿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了BB 還有你的血糖是不是正常 第二是量血壓 因為你第一次就要看你的血壓是怎樣 之後他都會幫你量高 磅重 首先看看你的磅重 因為他之後會檢查你 有沒有超標 吃得太多的東西 或者是過輕 營養不良之類的東西 第四樣東西 就是會問你一些問卷 例如你自己過往的歷史 這些我等一下都會再說 還有他會做抽血 那抽血呢 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可能狀況太緊張 又喝得很少水 所以抽極抽不到 大家抽了四、五次 刺了下去都沒有血 之後我就 我等一下都會給大家看 我去了哪裡抽血的 然後什麼呢 醫生進來 其實我當初以為他是醫生 但原來不是 他是RN 他是一個在醫生的附下的護士監管之下 他可以幫我看症 他已經是拿了牌的了 我事後問了朋友才知道RN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 首先你的BB 就是他先恭喜我 他就說 你是有計劃還是沒有計劃的 即是意外 是不是第一次懷孕 有沒有食物敏感 藥物敏感 還有我的另一半 有沒有曾經約代過我 那時候我被他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批頭 為什麼會問我老公有沒有約代我呢 後來我跟他的朋友聊天 他就說 對呀很正常 很普遍的 因為現在所有 美國都很擔心自己的另一半 會不會真的被人虐待 很多時候的陣所都會主動去問這個問題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旁邊有些BB聲音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那我也要開槍 要不然會被焗死 希望大家不要被噪音影響 我去之前 兩三天之前 他會發 SMS給我 他就問 到底你有沒有家族的病歷史 即要公佈 例如爸爸有沒有癌症 媽媽有沒有癌症 或者有沒有DNA異常 有沒有貧血 血壓 有沒有精神異常 或者是一些家族史 有沒有乳癌 子宮頸癌 前列腺 有沒有腎功能有問題 或者有腎癌 所有的東西都要公佈 因為他都要看你有沒有遺傳 給你小朋友 或者是糖尿病之類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你如果問我 我英文不厲害 那怎麼辦 沒辦法 你自己上網查字典 我自己本人 不是讀這科的村科 所以我都沒有能力去幫到大家 你可以上網查到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一定可以查到一些重要的字眼 你簡單點寫個短名 其實醫生都會明白 大概是這樣 還有要填寫COVID-19的問題 有沒有打過針 有沒有打過疫苗 打過哪支針 打過一支還是兩支 兩支都沒有打 還有曾經有沒有流感 有沒有過去14天去過哪裏旅行 有沒有接觸過這些COVID-19的病人 有沒有自我隔離 有沒有康復 或者怎樣 你都要拿回文卷 它全部都是英文 都是那一句 不懂就自己查字典 因為你來到外國 很難找一個翻譯幫你翻譯 到最後 那天都很感恩 因為蘇蘇陪我 因為那天其實她說 是不可以讓人陪我 因為她說第一次 她就說 好 讓蘇蘇陪我去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又很緊張 那天幸好她也有陪我 因為她推了儀器 唉 真的嚇死我 因為平時超聲波 大家一去應該是 有些啫喱塗肚 然後她會有些東西 照一下照一下 但她一來 就不是 塗一些東西 在我的肚子上 她有的 但她照寶寶的心跳 她是塗了一些啫喱 在那支棍裡 插在子宮裡面 然後聽寶寶心跳 給大家聽一下 好 你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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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這幫妳 是 這個是一個親眼的? 我來吧 小孩 真是 其實她在看 可以认识他是男人或是女人吗 我们可以做的 blood work today 然后这个 blood work takes about one to two weeks to come back 那会告诉我们如果是男人或是女人 所以我们不需要等五个月 No, another week to two weeks 如果你决定要做的 genetic screening 因为这个 genetic screening looks at the chromosomes 它们会告诉我们如果有的version红红红或是可在混音里 噢,我明白 是 horror的 就是这些 arms here and the little legs 我能不能认识他一样 你能不能忘记到我 我明白 是否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我聽到嬰兒的心跳很快 那時候都跟我說是160多 她說是正常的 然後我看到嬰兒的頭 我一看到照片就看到這麼像老鼠 因為牠剛剛還沒出手 為什麼嬰兒好像一隻老鼠 像貓一樣的形狀 都很可愛 而且看到牠浮著浮著 我覺得小生命在我生命中出現 真的很感動 看到很清楚 因為平時看到別人的照片都會蒙茶茶 最後都拍了幾張照片 而且她都很幸運讓我拍片 因為我知道很多地方不讓拍片 因為是私隱的問題 所以她就很好 而且那天除了檢查嬰兒之外 她也有檢查女性 女性是問我有沒有做過子宮抹片的檢查 類似是有沒有子宮頸癌的檢查 因為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有打針 因為美國這幾年普遍鼓勵 因為那些人二十多歲一定要打那些針 預防有子宮頸癌 因為實在美國有很多 年輕的女性都有子宮頸癌 所以她們近幾年 就鼓勵多了 我們香港還未說完全普及 還有那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聽過 那時候打完之後還比沒有打 因為那個預防的情況 還比沒有打的情況更加恐怖 所以那時候我也為了害怕 就沒有打了 還有香港打針也挺貴 因為沒有保險Cover 所以她就說 你沒有做苦科檢查嗎 怎會特地去悉悉悶神做 都會做苦科的 但不會刻意做某類型 所以她就說 不行啊 你一定要做的 那我不如幫你抽血吧 就去了這間 我們保險下的診所 又去抽血 讓大家看看 好了 今天是九月幾日 我太久沒有出街了 讓我看看 今天是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終於去抽血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產檢的時候 醫生和姑娘完全抽不到 所以她就訂了我去LAP 這間的診所Crest 看到嗎 就是其中一間 我們那個 insurance company去Cover 所以我就準備進去了 因為現在肺炎很厲害 肆虐 所以她應該不會讓我錄影 還有她真的很煩 不斷問我確認 確認 是否準時到 是否今天來 對 還有很多問卷要我做 所以我就現在準備進去 我希望成功 今早很早起床 喝了很多杯水 老公說要不斷狂喝水 那些血才會痛 那我就儘管試一下 好 那天其實很快就嚴嚴血 大概都是五至幾十分鐘左右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人抽血 那天我們簡正星期六 早上九點鐘 因為老公知道我 不是一個容易抽到血的人 所以她那天很窩心 六點給我一杯水 七點給我一杯水 八點給我一杯水 然後就出發去抽血 果然真的有效 因為喝水會令到你的血液循環 再加上我是喝暖水的 所以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有些抽血問題的話 不妨可以多喝點水 幫自己抽血容易快點 然後進去的時候 那個姑娘也很奇怪 她問我 為甚麼要抽血 我心想 你自己看看吧 怎知道 那她又 我說 你裡面有 有些姑娘 不是醫生叫我去檢查HPV 還是HIV 還是什麼 I don't understand 她說 I have no idea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然後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然後我就 然後 她就叫我 可不可以選第二天 但其實因為我老公假期 又不是很多 我們又不想經常回家 我們的朋友和家人 於是乎 就叫她 你抽完她 你自己帶電話過去 那就完了 對 整件事 是不是很搞笑呢 但這個就是我整個產檢 再加抽血的流程 如果大家都好像我這樣 如果那天在診所裡抽不到血 她就會自動扔你去抽血 但你又是要記住 要問清楚 究竟那個抽血公司 那間的診所 是不是你的保險包 如果不包的話 哇 好慘 你知不知道 只抽那次都要收我 230多元的美金 是好慘 所以都跟大家說 就一定要去問 因為那次醫生是給了一間 是我們醫療保險不包的公司 然後去抽血 最後就轉了一間 是我們保險公司 Cover的診所 所以才叫做 不用收那麼貴 所以我都是千叮萬足 你在美國生洗 最重要你首先想想 你自己有沒有買保險 因為美國是沒有全民的醫療保險 如果你沒有買保險 你可能還有很多很多錢 有可能一萬元都未定 看看那間公司吃水不深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大家對於我來 在美國準備要生孩子 交多少錢 醫療保險 Cover多少 程序是怎樣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Like我這段影片 也可以分享給你 有興趣了解美國醫療 即是生孩子的情況 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更多 因為這也是我自己親身經歷 和新鮮滾熱的 好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有什麼問題就在下面留言 我就盡我所能去 和大家繼續分享好東西 好了 拜拜